就是这个水贴的比较 便宜材质的工业膜又黏又紧 政府还没回收 此期岗山制衣园区已经回收六年了 幸好有环保志工的手精跟智慧 还要依照进度分类赋予新生命 我们曾经硬拉这个手都受伤过 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不能硬拉 所以就要非常柔和这样慢慢 拉不开的话就剪刀把它剪掉 常常它可以去洗一洗再去做 制造颗粒 有比较白 比较黑 干净的 这个大白的它做起来是 那个颗粒比较白 因为我们事先都有分裂 由慈济这边志工来讲 它已经把这个等级分裂出来了 所以说回收再造出来的环保率 它的等级都是一样 六年来慈济庚山制衣园区 每月可回收工业膜约0.6公顿 不止工业膜包含了塑胶袋跟水果套袋 更率先在十年前开始回收 十多年前因为我们就有在这边量血压 它也有在看大一台 因为他们了解了 了解要这个污染大地是不好的 所以他们都愿意做 质工深入社区市场回收各式塑胶袋 以慈济高雄38个环保站为例 之工累积的分类经验 每月塑胶袋塑胶膜 可回收60到70公顿 大大减轻环境污染 慈济回收的塑胶袋跟工业膜 经妥善处理 还有五次再生循环 让资源彻底利用 台湾新闻高雄综合报导